第121章 能修行之后 你会去做什么 顾教这词用得不妥当 钟大俊盯着言语走廊里那个背影 恼怒说道 谁知道是什么姻缘巧合之下 殿下见过他一面 然后被他蒙骗了 书舍前方 身材魁梧的楚中天 挠着脑袋说道 殿下认识宁缺的事情 我回家后 对家里长辈提过 武叔后来回信说 他去问过顾山俊多位化山岳 说这个宁缺 就是未成的一个兵族 殿下回京路上一直相伴 大概是出了些力气 殿下记着这事 所以在长安城里 对他偶有照佛 楚中天乃是大唐十六位大将军 楚雄图三十七个孙子当中 读书最好的一个 在府中备受宠爱 长辈们议论朝中是非 往往不会避着他 所以他说出的话向来可信 看来 那日在旧书楼前只是巧遇 至于说在殿下回京路上出力 钟大俊淡淡嘲讽说道 他一个小小君族 又能出什么力 对了 帮着搭帐骗马十干份 也算出力 殿下贤良仁德 对他偶有照佛也不奇怪 只是真没想到 这个小人就敢借着殿下的威名 自抬身价 性情真是卑劣的厉害 听着这话 一直沉默坐在暗旁的司徒依兰 猛地站起身来 看着钟大俊说道 宁缺何时拿殿下威名 自抬过身价 殿下从未成归来 一路上宁缺做过些什么 我比你们都清楚 若只是时时干份 你以为殿下 当日会亲自前来看他 只见他柳眉一条 陈生说道 你说宁缺是小人 性情卑恋 那我不知道 像你这样在背后 议论人是非 又算是什么 如果你真认为他如此不堪 大可以当面指出 只可惜 就像他走前说的那样 你却是不敢 因为你 还是怕他 钟大俊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段没有想到 在宁缺得罪了 绝大多数铜窗的情况下 这位长安贵女 还愿意替他说话 强行压抑心头脑怒分辨道 我不是怕他 只是大家都是斯文人 难道还要和那少年蛮子 卷起袖子撕打一场 司徒一兰不愿与这个 所谓才子搭话 回头望向正与谢成韵 拥拥轻语的同伴 眉头微醋 没好气问道 吴彩 你回不回 金吴彩悄悄看了一眼 谢成韵的脸 然后笑着望向司徒一兰说道 你先回吧 我待会儿 去救书楼看幻书 司徒一兰知道 所谓去救书楼看书只是借口 他也懒得理会 收拾好自己的用具 走到谢成韵身前 看着这位名声在外的南静才子 开口说道 吴彩是我大唐帝国祭九 最疼爱的孙女 你虽在南静大有才名 但请先登上二层楼吧 谢成韵瞬间明白 他一中所指 微微一笑 满怀自信说道 我会努力 钟大郡不愿先前司徒一兰 替宁缺说话 嘲讽说道 谢三公子如果进不了二层楼 那我看书院 这届学生便没人能进了 或者说你认为 宁缺能进 司徒一兰就没看了此人一眼 转身气恼而走 当着射中瞳 诸位瞳窗的面 他总不能信誓旦旦宣称 宁缺能进二层楼 别说他不信 他相信 宁缺都不敢有这种奢望 在灶堂就着碗金黄色的小米粥 吃了三片煎馒头 宁缺用最快的速度经过湿地 走进幽静的旧书楼 进入二层楼 此二层楼 非比二层楼 但对他来说 这处充满书籍旧末淡香的楼层 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不知道是淡淡书香 容易平静心绪 还是紧闭的膝窗 挡住了炽热的阳光 让楼间一片清凉宜人 走进二层楼 宁缺先前在书舍里 被撩拔出来的满腹牢骚怨气 就像身上的属意湿汗那般 瞬间被一幅而光 走到东窗畔 看着那位身材鲜小 面容温婉安宁的女教授 宁缺像往日那般 恭敬行了一礼 直起身子后 她看着女教授 亲力看不出年岁的侧脸 想着前日 对方把重伤将死的自己 遗弃在楼间不闻不问 心中生出强烈的不解 想要开口询问对方几句 但终究还是不敢造次 女教授就像是忘记了 前天看到的那幅面 忘记了身旁这少年 曾经在楼间 靠着墙壁颓然等死 如往常那般 轻轻微点下河示意 没有看宁缺一眼 也没有说话 静静看着指尖 瞄着簪花小凯 如果不仔细去看 很难发现 她下河轻微的移动 宁缺自嘲一笑 挠了挠脑袋 不再去想那些事情 走回书架前蹲下 抽出那本 无善扬论浩然剑 坐到西窗盘的地板上 借着窗纸 透进来的微光 用心阅读 以往气海雪山 朱窍不通 棺楼上修行秘籍 根本无法记忆 开始时 甚至看上数字 便会昏厥不醒 但后来 学会用永字八法拆字 她稍微能够体悟 一些书中自己所运深意 然而那些笔意 依然让她极为苦恼 比如这本浩然剑书中 自己的笔意 倒倒如锋利剑芒 直刺得她 肝肠寸断 痛苦不堪 现如今她 虽然还无法清楚地知道 自己气海雪山 究竟通了多少窍 但能够感知到 世间如宁静 海洋一般的天地之息 足以证明 痛则不通这四个字 已经被浩天怜悯地 从她身上拿走 所以她非常想知道 现在的自己再来看 这些书 会有什么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书籍上 倒倒墨迹隐含的意味 从她眼眸进入脑海 然后逐渐视散入体 化为剑芒 开始周转由韵之时 她胸膛间 已经感觉不到 那种难以承受的痛楚 而是变成一种 有些郁闷的感觉 堵 很堵 非常堵 这种感觉很不好 很容易令她 联想起马应龙这种药剂 所以用心看了 大半个时辰之后 她摇着头把书放下来 走到西窗盘 开始给陈皮皮留言 首先 我通了 你可以恭喜我了 其次 怎么看这些书 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方法教我 最后 谢谢 怀着很轻微的遗憾 宁却在暮色之中下楼而去 乘着马车 回到长安城林四十七项中 然后开始期待 明天的书院生活 因为她想知道 陈皮皮留言 会写些什么 她并不知道 自己的遗憾 其实是一种 非常欠戳的情绪 如果让西灵号天神殿 或是某些佛宗大德们知道 一个刚刚进入 初识之境的少年 期望能够在一天之内 便开始正式地修行 他们绝对会以贪婪 或者是贪吃的罪名 把这少年逐出门去 如果让书院教习们 知道自己做下一名学生 七海雪山时期 翘通了石翘 便以为自己真变成了 绝世修行天才 迫不及待 想要学会书院 绝学浩然见 绝对会大赞一声 真他妈的自恋 然后让他伸出 手掌痛打一百下掌心 长安大街上 前代圣人 亲手雕刻的朱雀会像 他身后 那把神秘不知来历的 大黑伞 出自西林某 不可知地的通天玩 这三样东西 无论是哪一样 都是世间最珍贵 最神妙的存在 但如果是其中单独一项 依然不足以 让他身体发生这般变化 在修行的世界里 一直有种说法 修行只不过是 被选中的人类 幸运使起浩天赐予的礼物 想要让一个 天生不能修行的 普通人能够修行 那就是逆天改命 而能够逆天改命的能力 只能是神迹 在典籍记载 或口口相传中 只有西林神国号天神殿 拥有这种能力 而且 这需要那些 境界高庙的大神官们 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当年 明山旁那个普通修行者 均不负责考核的那位服尸 旅途中的吕清晨老人 刘叔的陈皮皮 根本不需要犹豫 便能够简单地 断定宁缺不能修行 然而当朱雀 黑伞 通天完 这三样世间最神奇的存在 同时和宁缺发生关系时 世间缓慢转动的命轮 发生了一次 极轻微的颤动 那个漆黑的清晨里 先是修行者严肃清 用毕生修为 击溃了他胸口处的骨肉防御 然后朱雀顶翅化为一根无形长毛 通过这处窗口 刺穿他的气海雪山 紧接着 朱雀以无形火翼 焚毁触及的一切 至此十宁缺变 应该死了 大黑伞在此时起了关键作用 像毕日的柳音般 护住他最后的生机 又以源源不尽的夜空阴寒力量 重塑他体内的雪山 仅仅这般还不足够 因为这个重新构筑的体内微观世界 是那样的脆弱不稳定 随时可能崩溃 这时陈皮皮像处女奉上真操一般 奉上了一颗通天丸 天道酬情 大概是他前十余年过得太苦太累 所以浩天开始弥补他吧 宁缺并不知道 自己遇见的是世间最神奇的幸运 就算知道他也无法明目其间的道理 被逆天改命的他 游子不满遗憾 这种不满遗憾 真的很令人愤怒无语 陈皮皮很无语 很愤怒 看到恭喜二字 猜到那个家伙居然被强行逆天改命 真的踏上了修行之路 陈皮皮忍不住张大了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强烈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 他也不知道 长街之上朱雀会像和大黑伞那场 以宁缺身体为战场的神奇战斗 但作为西陵与书院 共同培养出来的爵士修行天才 能够猜测到一些原因和后果 可无论他怎么去猜测 都没能猜到宁缺居然能够获得 这种近乎神迹的机缘 震惊持续了很长时间 他完全不知该如何言语 骄傲却又温良的内心深处 竟生出一股强烈的羡慕极度情绪 而当他看到纸上流言时 更是难以抑制地愤怒起来 鼠衣燥热 虽然食入深夜有风清凉 膝窗外缠明渐弱 但不知道是因为太过肥胖 还是愤怒的原因 陈皮皮浑身大汗 他解开一经泼墨 愤怒回书道 首先 我不想恭喜你 因为这事太荒唐 太不可理解 其次 不是看书没用 而是你这个修行白痴没用 再次 我承认自己这时候很嫉妒你 所以不想指点你 最后 请先谢浩天和你十八代祖宗 至于我 谢你妹啊 很小很小的时候 是真实的很小很小的时候 宁缺一直在被一句话洗脑 那句话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一个人掌握的知识 就像一个圆 你知道的事情越多 这个圆越大 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 不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 他曾经很厌烦这句话 不理解母亲和老师们 为什么要不停用这种悲观主义 论调教育自己 但当他现在终于 踏进修行的世界后 发现这句话确实很真实 真实的 令人无比枉然无措 因为他发现自己 不明白的事情更多了 看到陈皮皮的留言后 他极为认真的 按照留言里的意思 去看二楼的修行书籍 但看来看去 总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辈子习惯了 背着三把刀在草原上 四处杀人 这种比较直线条的思维模式 倒也不算是坏事 确认暂时无法前进 宁缺便决定不再去想 而是去做些更重要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想到 在确认能够修行之后 宁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没有整日里 提着酒壶高歌破墨做书 没有去找书院 教习高喊案 能了安能了 强烈要求进入树科精修 更没有去公主府 找李渔舔着脸说案 现在很有投资价值了 除了和桑桑两个人 闷在老笔斋里暗自高兴 向两个傻瓜班时 不时抬头互视一眼 然后莫名其妙地呵呵直笑 他也就是 向陈皮皮嘚瑟了两下 然后他就去了南城 今夜南城著名的 勾心赌方门口 有一对神情紧张的主仆 正在低声说话 面容轻质 夹有浅窝的黑发少年 抬头看了一眼勾心赌方 油精粉漆成的招牌 咽下一口 不知道是紧张 还是贪婪造成的口水 声音危险沙哑问道 桑桑 你说待会儿 如果我们赢多了 会不会被赌方的人追杀 肤色微黑的小侍女 表情也很紧张 他右手提着个沉沉的匣子 把身子缩在少年身后 听着昏暗灯光里 传出来的嘈杂吵闹声 颤声说道 少爷 我更担心的 是你想的那法子管不管用 感知天地元气 就能看到头子上面的点数 你有没有把握 待会儿 如果把银子都输光了 你可不能急红了眼 把我压上去啊 这说的什么胡话 再说 把你压上去 人赌方也不见得肯收 宁缺紧张地搓了搓手 说道 至于把握 昨天夜里 我不是给你表演过很多次了 少爷我这辈子 向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赢是肯定赢的 关键是赢之后怎么跑 保证能赢啊 桑桑看起来 根本不担心怎么跑的问题 听听却说 确定能赢后 他轻轻一咬嘴唇 痛下决心 从就腰带里取出力 用纸叠成的小猩猩 轻声说道 我从床下取了200两银子 换了张银票 匣子里 还有一百多两 少爷你都拿去 好多银血 第122章 看破 南城勾心赌方 本是江湖大佬 蒙老爷手下最挣钱的产业 春风亭血战一夜之后 蒙老爷的势力直接溃散 赌方被砸烂成一片虚虚 一直到两个月之后 事到太平了些 赌方才重新整修开业 只是现在没有人知道 赌方背后的东家是谁 虽是从废墟里 重新崛起的赌方 但毕竟是长安城里的老字号 又花了大价钱进行装潢 赌方里木桌明亮 灯笼高悬 陈设考究 看不出来任何衰败迹象 宁缺和桑桑一路行来 看着深周沙漫 听着远处大厅里 被刻意压抑着的惊呼声 不禁觉得有些诧异奇怪 在边赛的时候 主仆二人倒也常去未成 和开平市集的赌场 但与那些充满汗臭 酒味骂娘声的小赌铺子比 这里婉然是另一个世界 装饰的在豪华清贵 赌场就是赌场 终究还是把人生 放在筹码间拼杀的血战之地 三教九流人等穿梭期间 宁缺和桑桑这对年轻的主仆 看着虽有些扎眼 但赌场管事仆人 见惯了奇形怪状的赌客 只是随意看了两眼 并没有投语特别的关注 至于勾心赌方宽敞大厅里的赌客们 更没有谁注意到他们的到来 穿着丝绸或是麻衣的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们 不分阶层或做货站 密密麻麻挤在数十张 铺着贺坦的大桌旁 紧张地盯着桌上的纸牌头中 或是黑色的三角筹码 剩下天气极热 大厅三周的廊上 有七八名匍匐 挥动着手中的长扇 向厅内灌风 但因为大厅内 挤着的赌客数量实在太多 空气仍然显得有些闷热不堪 混着名贵的香粉味道 和烟草酒水味道 渐渐熏出一股 隐隐令人兴奋的野心味道 如果不是赌方 在每张桌下极豪奢地搁着冰盆 只怕这味道还要更浓些 赌方不是善糖 投钱的目的便是挣钱 越豪奢地投入 便是想要挣越多的钱 宁缺打量着大厅里的细节 看着那些穿着 统一青色制服的荷官 心情变得越来越紧张 不知这里投注的下限是多少 不知道自己二人带的银子 究竟够不够 去柜台处换了筹码 问清楚了投注下限和玩法规矩 他略放心了些 带着桑桑在赌方大厅里随意看了看 看到头中赌大小那张桌上 有人退走 毫不犹豫 抢在旁人之前挤了进去 浑然不顾身后那几人投来厌恶目光 直接向桌上望去 摇头中笔大小 这大概是赌方里最简单 最能够快速奋出胜负的玩法 而宁缺喜欢的 便是简单和快速奋出胜负这两种特质 无论杀人还是赌博都是这般 再加上 他知道自己的作弊手段 也只有这种 自然便像钉子一样 站在这里 再也不肯离开 三颗头子 以九点为限多者 为大少者为小 如果荷官摇出三个六 那便是豹子通杀 不过如果赌客有胆量 或者说实在嫌的无聊 自然也可以压豹子 如果压中不止通杀桌上赌客 荷官还要代表赌方庄家陪陪 但这种事情 在赌方里很少发生 盯着褐色毯子上 那个比普通头中 至少要大两倍的大头中 看着那位长相清秀的女荷官 挥舞着赤裸雪白的小臂 像变戏法一般 上下翻滚的大头中 听着三粒头子 在头中里清脆密集的撞击声 听着最后头中重重 落在桌面上的撞击声 宁缺目光微锤 似乎在犹豫思考 实际上已经开始冥想 脑内的念力 穿过体内气海雪山 缓慢而轻柔地 感知着深周的天地之息 再通过天地之息 感知着四周的一切 这种感知很奇妙 无形的念力波动 调动天地之息散开 落在事物之上 便会有轻微的变形感知 这种感知通过天地之息 反馈到它的念力波动之上 再进入它的脑海 便能形成一副谈不上清晰 但能看到 某些肉眼看不到细节的画面 褐色桌面上 附着一只肥厚的手 那是一位不一店老板的手 当头中落定之后 他扔了50两银子的筹码到大上 把剩下的筹码压在了手掌下 50两的筹码已经不算小 但这位老板却是面不改色 只是压着筹码的手掌 有些微微颤抖 宁缺并不关心赌客的心理状态 虽然在卫城里 时常靠赌博替桑桑挣些家用 但他知道 再优秀的赌客 也不可能永远赢下去 他今天来勾心赌方 只是想用那些奇妙的能力 赢一大堆钱 所以他只需要关心 自己能不能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东西 只剩下一个最小的 二两银子筹码 还表现得如此风轻云淡 他通过天地之息细微反馈 看到了那位老板 颤抖手掌下压着的筹码数量 忍不住笑着 在心里念叨了一句 看这个字形容的并不准确 他只是模糊隐约地 感受到了筹码的边缘 以及上面的凸起 并没有什么温润光滑的触觉 脑中更没有什么 亲眼所见般的画面效果 如果修行者调动天地之息 能造成那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历史上肯定会有很多修行者 因为天天偷窥女子胸前风景 或是一银把玩某些柔嫩 从而日日流鼻血 夜夜体眷乏 精神不济 身体空虚 直至走火入魔而死 清理的女和官 温柔看着四周 双手起开头中 安静搁在头中底部的三颗头子 是二三三 小 不一定老板附在桌面上的手掌 微微一将 五根手指向下一抓 紧紧握住最后那块筹码 向着深周的人们 勉强挤出笑容 点点头便走了出去 就在这时 桑桑的小小身躯 终于成功地挤了进来 他艰难 挤到宁缺身旁 微微点起脚来 睁着那双柳叶眼 强行压抑住紧张 认真打亮着桌面上的筹码堆和头中 一阵细微清脆的 头力撞击声再次响起 赌桌上开始了新一轮的赌局 大大的头中 在清理女和官白逆的小手间上下翻滚 然后落在桌面上 请诸位买定离手 女和官微笑看着桌旁的赌客们 如每轮新赌局开始时一样 重新深读了 以便勾心赌方的规矩 每局落中 买定实现内没有出手 请等下局 玩大小的赌桌成半圆弧形 扩大的桌面上 用割系的白布 画出投注等几个区域 除了一堆堆 或多或少的筹码 和几个茶杯 赌桌最中间 搁置着一个小巧可爱的即时沙漏 每一局摇头结束 便会有专人将那沙漏倒转 宁缺看了一眼 沙漏里快速流泻的细腻沙流 发现时间有些紧张 赶紧把注意力 集中到那个黑亮沉重的大头中上 因为看得太用心 少年脸上的神情 便显得格外专注 格外紧张 赌桌上有客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打句道 不知是谁家的小孩 居然跑来勾心玩 难道他以为盯得久了 便能把这头钟盯破 对他这时候很紧张 而且 难道他能告诉这些 以赌钱为乐的人们 自己就是要把这个黑油亮的大头中看破 正如在赌方门口对桑桑说的那样 宁缺这辈子 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为了今天能够大杀四方迎钱而归 昨日他耗了整整一夜时间用来实验 隔着木桶 感受桶里的水有多深 隔着床板 感受床下的银子还有几钉 隔着窗户 感受窗下蹲着的桑桑 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 通过反复地训练 他确认自己能够控制的那抹微弱天地元气 用来看泰山固然不可能 但用来看泰山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这才底气十足地来到勾心赌方 至于冥想感受整整一夜 让他调动天地元气的速度和熟练度 都得到了极大的跃升 反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好处 按照事先在零四十七项里 主仆二人拟定的作战计划 根据那些少得可怜的实战经验 宁缺本已望向那个黑色头中望时 自己脑中面丽控制的那股微妙天地元气 能够轻易地穿过头中后时的中壁 然后感受到头子表面美妙的凹陷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控制的天地元气 刚刚进入头中后壁 便再难进入一分 宁缺身体骤然一僵 震惊看着黑色的大头中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时堵捉中央那盏可爱的小沙漏下布 已经快要积满沙力 桌旁有兴急的赌客 看着他的模样开始急声催促 他愁苦无措地看着黑色头中 分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按照他的形式习惯 这局就应该放弃 但不知道是被杀漏和催促生逼得极了 还是心中强烈不甘起了作用 他竟是不肯放弃 死死盯着头中 猝着眉头 拼命提升念力强度控制天地元气 像铜墙铁壁般的头中里刺去 给我破 被念力压缩到极致的天地元气 仿佛变成了一根尖锐的无形细针 终于扑的一声扎了进去 感受到那股热刀入黄油 手指入奶油般的美妙触觉 看到头中底部安静躺着的三颗头子 宁缺脸色骤然一松 紧促的眉眼渐渐舒展开来 就在沙漏漏完之前 他拿出那颗银票叠成的小猩猩 轻轻搁在堵桌压大的那一方 轻力荷官微笑看了他一眼 缓缓抬起头中 四 五 六 大 银票叠成的小猩猩 被女荷官用纤细手指细腻摊开 然后压在堵桌中央 向诸位堵客攻势 然后把宁缺银的银子 用细竹齿推了过来 两百两的银票 用来堵头中玩大小 就算是在勾心堵方里 也极为少见 堵桌上除了堵客赔付之外 堵方庄家也要赔了不少银钱 细竹齿推到宁缺身前的筹码不分大小 竟是重重叠叠地垒了起来 看上去颇令人动心 堵桌上一个中年男子 看着宁缺微笑说道 看你年纪不大 玩得倒挺大 这赢了 也看不出来什么得意之色 小小年纪性情倒真是沉稳 宁缺抬袖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笑着摇摇头 没有说什么 他心想 如果你像我现在这样 有看破头中的能力 那么在赌方里 自然可以像看破红尘般 显得毫不细缓 第123章 少年爱财 取之无道 真正看破红尘 而不是假装看破红尘 却想着要走中南捷径的人 基本上都在那些人际罕至的 深山老林里藏着 或者在偏僻香火系的破庙里等死 根本不可能为了赢钱这种东西 便跑到长安城最热闹的赌方 然后像盯着杀妇仇人般盯着头中 宁缺想那句话的时候 很明显 没有进行太深入的思考 事实上 赌桌上的局面 也没有给他留下时间思考或者反省 随着摇头声不停响起 沉重的黑色大头中 不停落下拿起 他面前赌桌上的筹码越来越多 途中女和官替他换了几个大筹码 却依然止不住筹码越堆越高 渐渐要变成一座小山 玩头中比大小 连续赢了七把 已经超过了一千两银子 即便是在银沟赌场 这等剑灌毒海血与腥风的地方 如此以极端 幸运为根基的契海撞过画面 依然极少能看到 褐色赌桌旁围的人越来越多 宁缺和桑桑身旁的人 却是越来越少 赌客们难以压抑眼眸里的狂热神色 却不愿意离这个少年太近 以免让赌场方面不悦 女和官依旧亲力温婉 但脸上的笑容已经变得极为勉强 向诸位赌客告了声欠 便称累退了下去 赌场方面来了为中年和官替换登场 赌桌旁的客人们知道这是赌场方面 觉得少年的运气或者是赌数有些难以应付 所以换了高人出场 有熟客更是认出 这名中年和官是赢沟赌场的正场高手 惊讶地轻忽出声 早已经没有赌客 还敢和宁缺队赌大小 从第四把开始 便有很多赌客 抱着各式各样的心态 跟着宁缺压住 倒也是跟着赢了不手 但看到 那位中年和官出马 又听着深州赌客们的议论 大部分人都决定 暂时不跟官望一局再说 宁缺这些年在边赛上 积累出了不少经验手段 堪称未成赌坛第一高手 但要和长安城里 这些真正厉害的和官较量赌数 依然没有胜的可能 但他现在赢赌局靠的不是赌数 而是靠修行者的本领 凭天地元气作弊 那么 只要赌场方面不作弊 再如何高明的赌数高手 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赌场方面能作弊吗 当然能 但赢沟赌场 是在长安府登记册上排前三的 著名场所 毕竟不是开在那些花柳露像里的 黑暗小赌档 不到万不得已境地 断然不会动用那些手段 所以他们 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宁缺赢下去 中年和官上场后 宁缺又连续赢了三局 隔着段距离 围在他身后黑压压的赌客人群 再也忍不住了 纷纷取出筹码 重新开始跟风 如此一来 赌场方面的银子 输得更快更多了 中年和官微黑的脸颊 却还是一片平静 看不出来是不是更黑了些 头子清脆撞击头中壁的声音 渐渐消失 他缓缓挪开盖在头中上的手 看了一眼刚被翻转过来的沙漏 没有去看堵桌旁别的客人 直接望着宁缺微笑说道 客人 麻烦您下注离手 宁缺拿着手中那根细细的竹齿 缓缓促起眉头 沉默很长时间后 从已终站起身来 将手中的竹齿 放到离中年和官最近 也是最小的那个区域里 他身前的筹码 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每局要推到大小区域里 会非常困难 所以 先前赌场方面和他商议一番之后 同意他 如果要压上全部筹码时 可以用手中的竹齿代替 他此时把竹齿压上去 也就是说 他把自己的全副身家压了上去 赌桌周围黑压压的人群 骤然发出一声惊呼 这些长安城里 极注重风度气度的赌客们 再也无法压抑住心头的震惊 变得和未成大呼小叫的 君汉赌鬼们 没什么两样 豹子 豹子 他为什么要压豹子 声音小些 是不是刚才赢多了 担心出问题 所以故意输些回去 这是什么蠢话 就算是他故意想输 也没道理把桌上所有筹码都压上去 惊呼升起 赌客们开始震惊地议论起来 而桌后 那位中年和官 却是没有受这些议论声的影响 平静看着微低着头的宁缺 和声说道 客人 您确定 宁缺看着身前小山般的筹码 有些妄神 被桑桑提醒之后 才反应过来 点了点头 压豹子 赢得当然多 但概率实在太小 这一局 哪怕是最大胆的赌客 也没有人敢跟着宁缺下注 众人注视间 中年和官手掌放在头中上 却迟迟没有揭开 仿佛头中像座山一般沉重 忽然他抬起头来 看着宁缺微色一笑说道 交个朋友 宁缺没有催他揭开头中的意思 听着这话 便明白了赌方方面的意思 微笑点头致意 转身对桑桑低声说了两句 便离开了赌桌 那位亲历的女和官不知何时重新出现 恭敬地伸出右手 在前方替他带路 赌方柜台后方有一间装饰豪华的房间 宁缺和桑桑被引至此处 房门一关 外间那些嘈杂的议润声 嘖嘖赞叹声顿时消失不见 连后转出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富翁 他向宁缺一手一礼 极诚恳说道 本人便是迎勾赌方的大掌柜 客人愿意赏脸与我们做朋友 实在是非常感激 离开赌桌 没有让那位中年和官揭开头中 是因为宁缺清楚 自己已经赢得足够多了 而且总要给对方留些面子 禁赌方之前 他就在思考 赢后怎么离开的问题 现如今 既然赌方方面主动递出缓和之意 他当然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 前面贵客赢了4400两 最后一局确实是个豹子 按规矩东加全赔 宁缺笑着说道 明白规矩 禁二 这一句话便等于 送了赢沟赌场几万两银子 赢沟赌方大掌柜脸上的表情 顿时变得更加温柔 感慨说道 朋友做事实在大气 那本人自作主张 给您添个整数 算是代表赌方和东加 向您聊表谢意 大掌柜满脸和气说道 如果让往年那些见识过 他鹦鹉狠辣嘴脸的敌人看到 此人对一个赢了自己 一万多两银子的赌客 如此客气 绝对会吓一跳 片刻后 赌方方面把您缺今日赢的筹码 全部换成银票送了过来 在第一时间里 他用严厉的眼神阻止住了桑桑双眼发光 想要数银票的动作 但余光里瞥见 那厚厚一叠银票上的一千两的数字 自己也忍不住觉得 唇舌有些发干 大掌柜微笑说道 以后欢迎您随时来玩 您客气了 您却知道对方没有明言 却是在委婉劝告自己 既然做朋友 那就不是赌桌上的关系 欢迎随时来玩 就是不欢迎的意思 以后这银沟赌方您 还是别来玩了 就在他带着桑桑 准备离开银沟赌方的时候 大掌柜却像是刚刚想到一件事情 笑着建议说道 您如果觉得还未尽兴 我倒有个好建议 西城那处 最近新开的家赌方 是俊杰老爷以前典当行改的 那还真是个好去处 这话里引着的意思很隐晦 大掌柜猜测 这少年一定有背景 应该能猜到自己话里的意思 但他没想到 宁缺虽然没有什么背景 可听着俊杰这名字 想起春风亭那夜朝小树的介绍 便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现如今长安城的黑夜世界 是鱼龙帮的天下 俊杰老爷已经完了 他名下的典当行 改成赌方重新开业 就像现如今的银沟赌方一般 身后没有了靠山 你宁缺既然敢在我银沟赌方 赢这么多银子 再去西城赢上一场 又有何不可 站在窗盘 看着那对年轻的主仆 向着西城方向走去 渐渐消失在夜色里 大掌柜忍不住促起眉尖摇了摇头 心中满是不甘于恼目 房门开启 沉默片刻后叹息着说道 那少年确实是个修行者 中年何官是蒙老爷 当年从大和国请过来的赌树高手 平日里只负责正场极少出手 今日他被迫亲自出马 却还是输了得痛痛快快 摇头子这种事情 庄家极占优势 他相信 世间没有任何赌树高手 能在自己做庄的前提下 还能赢自己 而且任何老千都不可能瞒过自己的眼睛 那么那个少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便很清楚 想着最后 自己摇出了个豹子 为了维护赌方颜面 竟是被逼得不敢开中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摇头说道 就算是修行者 我们也太客气了些 蒙老爷已经死了 咱们赌方能重新开起来 全靠宫里那位陈六爷 怜悯蒙老爷留下的孤儿寡母 还有帮里那些兄弟没处吃饭 现如今 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哪里还敢闹事 更何况 你也知道那少年是个修行者 难道你我 还能把他怎么跌 大掌柜声音低沉 把他训斥了一通 一声直接摔碎 只见破碎头中 里有一道金黄色的夹层 夹层上面隐隐刻着些花纹 头中里有软金夹层 上面刻着符纹 大掌柜阴沉着脸说道 那个少年能把头中看破 那至少是入了实境的修行者 你我除了乖乖送上银子 还能有什么招 中年何官正住了 常年坐镇赌场 交由广阔耳听八方 他虽是个普通人 却也知道修行者的境界奋济 想着那少年如此年轻 难道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境 这样的人物来赌场作甚 他愤愤说道 我倒要看看 他去西城还敢不敢这么放肆 俊杰老爷虽然死了 但那新厂子身后靠山 却不是普通修行者敢惹的 大掌柜没有接他的话 只是盯着桌上头中残片在看 看着头中残片里夹着的软金 看着那些符文 越想心里越不痛快 南南说道 大唐开国这么多年 就没听说过 几次修行者靠欺负赌场挣钱 因为对那些人来说 这么干实在是太跌法 一个踏入实境的修行者 他不去山门冥想苦修 不去与同道交流 不去名山大川游历 不去感悟天地之息 却他妈的跑到赌场来赌钱 这算什么 大掌柜抬起头来 看着窗外的夜色 悠悠说道 这是欺负人啊 桑桑就腰带里 那颗二百两银票叠成的星星 现在已经变成了厚厚一叠银票 塞在腰间鼓囊囊的有些难看 但他却是毫不在意 时不时傻乎乎的笑两声 少爷 咱们真的还去西城那间赌方吗 只能用一次 那就让我们一次挣个够 照道理说 像宁缺这样 经历过无数次生死险境的人 应该很明白 见好就收 适可而止的道理 然而可怜见的他 终究还是穷了太久太久 如今忽然发现了 这么个挣钱的豪法子 就像越伦国西边放了一辈子羊 却连羊肉都吃不起的穷困山民 忽然发现了一个能不停 跳出黑羊的宝盆 哪里能够忍得住不用 就算是在繁华长安城中 一万多两银子 也毫无疑问是笔巨资 而这笔钱 如果放在草原上 足以让疏壁湖旁的马贼们 不等宁缺举刀 便纷纷跳马自杀 如果放在卫城里 足以让那些 想把桑桑取进门的大婶们 无视宁缺脸色 抬着花轿就来抢亲 那叠后后的银票 直接冲昏了宁缺的头脑 就连桑桑此时 收尔平的小小胸怀里 也满是壮阔之气 恨不得把长安城 所有赌方都迎上一遍 西城果然有间新开的赌方 门面招牌装饰 一看便比银沟赌方更新更大 知道这间赌方 是西城俊杰的取当行改的 宁缺也没什么巨意 带着桑桑便闯了进去 接下来的发展毫无意外 又是连番赢钱 而现在他有了经验 又有了更丰厚的赌资 赢起来更是又快又狠 转瞬间 这家新赌方的核官们 便被赢得面色俱变 赌方方面商议一番后 李茂又带着威胁之意 把他请进内室 新开了一桌赌局 Anytime Anywhere 只要赌方方面不作弊 宁缺总会赢 一直赢 当他把这家新赌方 赢得快要变成小作坊之后 赌方背后的人终于站了出来 一名穿着青衫青靴 戴着轻帽的飘悍汉子 冷冷看着桌旁的宁缺 陈生说道 朋友 其次也很欣赏你 想请你去喝一杯茶 第124章 谁的赌方 一个穿着薄薄轻衣 身材瘦高的男子 这时候 正在西城门楼最高处的石墙上吹风 因为太寿 身上青衣 仿佛被挂在竹竿上 城楼上叶峰一起 便烈烈作响 长安城的夏夜闷热难当 富贵人家自有婢女直善 冰块银房 普通人家则只能开了房门 坦富皆向竹床之上 世人皆知欲往高处走 叶峰欲凉 然而城内真正高的大唐皇宫 和雄伟城墙 又哪里能随便上去 但青衣寿难能 因为他叫齐四 是长安鱼龙帮帮主 江湖人都知道 齐四狠这三个字 但必须要说 以前在鱼龙帮最上层的 那几位兄弟当中 他真是最不成器的那个 而现如今 随着春风亭老巢离开长安 长三等人献了民属 回到朝廷做事 他便理所当然 寄了鱼龙帮主一位 如今他随便一声令下 便有三千轻袍 为之誓死效命 加上现在谁都知道 鱼龙帮乃是陛下当年 扔在江湖里的一条鱼 即便是官府 也不敢太过怠慢 齐四也毫无疑问 是长安黑道唯一的领袖 尚德城楼观风景 又何足倒栽 然而 此时面营业风 踢着胡九的齐四 没有任何骄傲得意情绪 反而面色暗淡 饮一口酒 叹一声气 成功由一位普通黑道领袖 化身为文艺黑道领袖 他很想朝小树 也很想其他的那几位哥哥 只是朝小树赴世间远游 长三陈六等人 有了官面身份 也无法随时相见 想着往年那些喝酒吃肉的好时光 这位已经在长安城里 声名赫赫的齐四爷 恨不得立即马上重新回到 当小弟的日子 便在这时 城墙上远处行来一人 与城门军打了个招呼 匆忙跑了过来 低着头惭愧地 在齐四耳边说了几句话 扑的一声 齐四爷一口酒喷了出来 酒水化为细物 落入深不见底的城墙外 不知会不会经了那些 在城墙上筑巢的盐鹰 他瞪着眼睛问道 会不会错了 绝对没错 先去那边赢了一万多两 齐四爷游子不信 摸着后脑勺游一说道 修行者去赌方挖银子 有这么不懂事 不要脸的准 怎么听着 总觉得有些怪 那名下属苦着脸说道 谁也不信啊 银沟那边的大掌柜 开始也不信 可后来还不是老老实实 把银子交了出来 然后赶紧向我们这边通了信 齐四爷相信下属不敢欺骗自己 确认有个修行者 正极其不要脸的 在自家赌方挖钱 想着大哥离开之前的主妇 不由勃然变色 把手中小酒壶 向城墙外的夜色里扔去 狠狠说道 让他把银子吐出来 不然就让兄弟们把他给砍了 他妈的 又不是什么动玄境的高人 以为会玩两手戏法 也就砍不死你 话是如此说 是却不能这般做 鱼龙帮行事 向来讲究又强悍 真把齐四逼急了 喊三千青袍兄弟 把那个修行者砍死 他还真做得出来 问题在于 修行者肯定有山门失派 他总得去看一眼 那个混账修行者 是什么来路 才能做决定 长安城墙极高 爬上去不容易 跑下来也极困难 等齐四爷从城门处 跑回赌方时 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 那个混账修行者 已经赢了更多银子 听着这消息 齐四爷脸色愈发不善 心情愈发糟糕 可当他看到 推门入的那人时 心情和脸色 都变得极为怪异起来 极想发笑 却又想哭 想哭却哭不出来 心想这他妈的叫 怎么个事 听到齐四爷三个字 推门入果然 看到那个 轻衣竹竿般的男人 凝缺的脸色 也瞬间变着极为精彩 心想 怎么闹到熟人头上了 说道 我说咱们熟归熟 实际上也不怎么熟 这样 看在朝小数面子上 先前所有账目 我给你打个对折 他脑子的反应速度奇快 一句话里 竟是转了三个弯 心想 如果表现得太熟 那真不好意思 拿赢的那些银子 可如果要沉着脸 他可是很清楚鱼龙帮不好惹 所以最后才把 朝小数这面大气搬了出来 齐四爷被他这番话弄得一阵 气得险些笑出声来 狠狠瞪了他一眼 老火说道 从这赌方里赢的银子 你确定想要 宁缺心想 还是那句话 大家熟归熟 并且确实只见过两面 谈不上太熟 难道你就好意思 借此不给银子 其实 如果设计的银钱数目少些 他倒不介意 在齐四面前 扮演一下兄弟 秦深英雄豪迈大方 但他先前可是赢了七万多两银子 为了七万多两银子 他不介意躺着装死尸 让桑桑上街卖身葬主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 旧日交情和大方之类的事情 他看着齐四 倾可两声后说道 话说第一次见面时 齐四爷你可是说过 只要你活着 这东城任我横烫来着 这里是西城 齐四爷没好气反驳了一句 然后起身从上了锁的匣子里 取出几份地契和官府认证的契书 扔到他面前桌上 说道 反正这赌方是你的 你想自己因自己好耍 随便你去折腾 宁缺觉得自己 是不是好像听差了什么事情 揉了揉耳都问道 谁的赌方 齐四爷倒了杯茶 毛火说道 我说了 这是你的赌方 宁缺拿起桌上那几份气书扫了一眼 果然在文书下方 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顿时僵在了当场 抬头看了齐四爷一眼 眼中满是震惊疑惑之色 大哥离开之前 交代了很多事情 其中有一条是关于你的 什么事 他说 你这些年过得太苦 穷的时间太长 早就已经穷红眼了 那天夜里 为了五百两银子 就敢不管不顾跟着他去杀人 实在是太过可怕 英雄豪杰 岂能未无抖米折腰 又担心 你穷疯了之后 傻逼到去当杀手 所以给你备了些产业 齐四爷像看着鬼一样 看着震惊无语的宁缺 摇着头愤怒感慨说道 现在看起来 大哥的担心的 真的是太他妈有先见之名了 堂堂一个修行者 居然跑到赌坊里面来骗银子 这他妈叫什么事 我说你呀真是穷了这么多年 穷疯了是吧 第125章 穷人诈父岂能安 看着手中的文器 想着那个青山男子 居然悄悄留了肩赌坊给自己 宁缺震惊之余 更是觉得胸膛里有些陌生的温暖 问道 他现在在哪 收到他最后一封信时 他说要去泰山看日出 齐四爷回答道 温暖震惊渐渐平息 宁缺想着先前 齐四那番嘲讽话语 想着自己作弊骗钱 居然骗到自己的赌坊里 面颊便觉得有些发烫 毕竟是年轻人 哪里能够承受 这等诗人跌缝遭遇 为了化解尴尬 他休脑说道 鱼龙帮又没人通知我这事 齐四爷一挑眉头 瞪着他恼火说道 大哥临走前 专门带着我们几个 去林四十七项 与你朝过面 当时就说过 有事没事 你都可以来找我 这都已经几个月了 你何时找过我 你现在身上又挂着那个身份 我怎么好主动去找你 宁缺这时候才想起来 自己另一个身份 那位徐冲山大统领 见了他一面 扔给他一块黑木牌子 便再也没有联系过 他早就已经忘了自己 还是帝国的暗侍卫 他正在那乡感慨 唏嘘掩饰羞愧 齐四爷却是想起这件事情里 某个蹊跷处 刚刚平静下来的 眉梢猛地挑起 震惊看着少年说道 是一个修行者 我知道你这家伙杀人本是强 但你什么时候 居然能够修行 还入了实境 刚发生没两天的事情 不过是个出实水准 离实境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宁缺并不知道 勾心赌方那个黑色头中里的 浮金加层 老师回答道 原想着 趁没人知道的大好时机 多挣些银两 现在虽然挣不成了 但还请帮着保密 齐四爷声音变得奸细烦恼起来 你赢了勾心一万多两银子 这事怎么保密 长安城虽然大 但带着个小黑炭头 侍女跑的人可不多 只要稍一打听 就能把你查出来 宁缺笑了笑 温和说道 您现在可是长安城里的老大 像这种小事 还不是您一句放原事 勾心赌方 难道还敢违背你的意思 继续去查我 齐四爷被他这句 不轻不重的马屁顶的 无法拒绝 皱着细细双眉响了阵 说道 瞒着道不难 不过隐瞒修行者的身份 又是个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指望这事发酵变大 最后替你在帝国里 挣些名统 如果是这意思 我劝你最好不要这般想 长安城毕竟不是乡下地方 随随便便也能找到 千八百修行者出来 你没办法太过显眼 照我看 你还不如老老实实 向书院教习说明 得些实在的好处更重要 明确想着 传说中 明年可能会开的书院二层楼 想着此时 正在遥远边疆 替帝国开疆辟土的夏侯大将军 沉默片刻后笑着回答道 就因为知道自己太普通 所以何必说出去 徒惹烦恼 日后某日能在这条路上 走得更稳更远些 再说出来也无妨 你又不是我鱼绒帮的人 自己的事情想怎样做都随你 不过既然今天难得碰见你 有些事情 还是得赶紧把手续办完 齐四爷伸出细长手指 点了点他面前的地气文书 说道 有一份转让协议 需要你签名 从此以后 这间赌方就转到你手上 我再也不用耗 精神带你管 凝缺心想 这可不行 开个赌方要人要钱 还要背景 自己要在书院读书 总不可能让小桑桑穿着合观服 来看那十几张赌桌 眼珠子微微一转 舔着笑脸说道 好哥哥 您就再好歇精神管下去吧 我是真没这能力 也没这时间啊 一番争执之后 齐四爷终究未能敌过 宁缺的连番马屁和赖皮精神 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的条件 赌方依旧算是宁缺的 但托管在鱼龙帮之下 宁缺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 就按着双方商议好的比例 每月拿分红便是 商议完毕 没有吃宵夜 也没有喊姑娘过来玩耍 宁缺在第一时间内 带着桑桑 离开了这家西城新开的赌方 他走得如此着急 就像是在逃亡一般 甚至回到零四十七项家中 才想起来 自己连那家赌方的名字都没有记住 桑桑从腰带里 取出那叠厚厚的银票 放进匣子里铺平 四处打亮着简陋的卧室 柳叶眼里的目光 在梁柱和老鼠洞里不停游移 心思也不停游移 想碰上应该放在哪里最安全 终究他 还是按照老法子 把床板掀开 小心翼翼把匣子藏了进去 回头他看见宁缺坐在圈椅上发呆 他脸上的神情很复杂很奇妙 像是被天上的聚宝盆砸傻了 又像是被砸得过重痛的想要哭 少爷 你今天有些古怪 桑桑看着他好奇问道 刚才就是 离开赌方的时候 像是欠了人家八百两银子般 狼狈的厉害 能不狼狈吗 接而算是丢人丢大了 我这辈子还没干过这么二逼的事 宁缺恼火回答道 忽悠想着床板下那匣子银票 脸上的修脑之色 顿时被欢愉之色代替 不过如果每次都能挣这么多银子 让我一直二逼下去 我也愿意 说完这番话 他把脸上笑容一脸 伸手示意桑桑坐在身前的小板凳上 用极为严肃认真的语气说道 我觉得有必要开一场家庭会议了 对于宁缺来说 家庭会议这种事情 是他前世最明星刻骨最难受的经验之一 大概是前一世里受了严重的影响 这一世的小家庭 虽然始终只有他和桑桑主仆二人 但无论是在明山草居 还是未成小院 他经常会提醒开家庭会议 桑桑知道 少爷又要开始滔滔不绝说胡话 极有经验的 先去拿了针线袋 然后换了双棉布制成的舒服拖鞋 才坐到他身前的小板凳上 恭敬等着训话 学院每间书社窗户中间 都选着一些前嫌格言名句 虽然我认为 那字写得不咋样 但那些格言名句里的意思 倒还不算太错 桑桑低头专心致志的那鞋垫 听着这句话后头 也未抬一下 只是用小鼻子 轻轻嗡了一声 表示听到了 请少爷继续 宁缺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这些年里 每次开家庭会议时 他都是这副作派 他说过多次 也没有什么效果 拿他实在没办法 不去理会 继续自己的说话 只求这唯一的听众 不要溜走就好 其实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环境改变人的气质 凤羊改变人的体质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我们 你手里有两千两银子的时候 做事就不能还像 只有二十两银子时那样 抠门吝啬 不能总是吃剩饭剩菜 听到这里 桑桑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脸上满是委屈和不满 好吧 节俭确实是一种美德 但你要想想 我们现在是真的不差钱了 手里攥着一万多两银子 赌方每个月 还有分红送过来 我们不能再以穷人的心态过日子 不能像穷剑穷疯了般 看见有挣钱的方法 便扑上去 宁缺感慨说道 换句话说 读书人的事 就是读书人的事 修行者的事 也就是修行者的事 得轻跪自经线 别总想着靠这些事挣钱 那给人感觉总有些跌范 所以我决定 以后不要再去赌场作弊赢钱了 我担心书院教习们知道后会气死 同时我决定从明日起 把本人的大作 全部从前面铺子里撤回来 至于生意 就从厢房那边 去收些穷书生的便宜书卷来卖 挣些差价就好 桑桑把针线从鞋垫那头穿过来 用力一拉 张嘴咬住线头 咯蹦一声扯断 然后睁着疑惑的眼睛问道 一服都不卖了 少爷 这会不会显得有些穷人诈富 宁缺被他说得一愣 咳了两声 说道 你用的形容词不是太准备 这不叫穷人诈富 应该叫小富吉安 当然 穷人诈富不好看 小富吉安不可取 那我的字 还是在钱铺里挂几幅 不过标价要抬上去 非千金不能卖也 桑桑心想 少爷你最贵那幅中堂 也才卖了二十两银子 而且 贵的也就卖出去了那么一幅 那天 你还专门吩咐 我闷了锅红烧肉庆祝 终于宰了个冤大头 现如今你说自己的书卷 非千金不能卖 这长安城 虽然确实人傻钱多 但哪里有这么多冤大头 看着小丫头 乌黑眼珠里的强烈的疑惑神色 宁缺眉头一挑笑着解释道 记住 咱们现在太有钱了 不差那点 这就算是千金买马骨 可以掌名声的 依照他的意思 第二天 桑桑把他写的大部分书卷 都从老笔斋里撤了下来 然后去厢房买了一大堆书家新作 而且遇着客人看中宁缺 所写书卷寻价之时 他便会老老实实地告诉对方 东主轻笔所写极为珍贵 故千金不二价 事态的发展 和宁缺猜想的并不一样 把自己书法作品 标上千金之价 并没有让老笔斋的名声一飞冲天 铺子里的生意 反而变得越来越差 除了又收获了一大堆 类似这铺子的老板 是不是穷风了冷嘲热讽之外 别无所获 不过现在主仆二人 从穷人忽然变成太他妈有钱的人 真有些穷人诈富的劲 就连桑桑并不怎么关心老笔斋的收入 而宁缺天天在书院里面 忙着温习功课 忙着登上旧书楼 向那位友人 请教修行世界里的诸多法门 更不会理会这些 第126章 感知 感动之交也 书院六颗 颗颗令人愁 对于宁缺来说 朔玉设三颗 自然可以信手拈来 但剩下的李书月三颗 依然折磨得他愈先愈死 李书二颗可以死记硬背 他相信 只要自己重新拥有一颗 爱成绩胜过爱银子的大心脏 那么便肯定可以迈过这关 然而那些乐器 实在非他所长 非他所喜 每每在书舍里 抱着一根冻枭愁苦无语时 他便忍不住会想起 陈皮皮的前两次留言 在那些留言中 对方毫不客气地 把他比作一根没有眼的蠢木头 是一根吹不响的枭 看着手中冻枭 他不得不承认 这大概是浩天对他的某种限制 想要从书院结业 想要进二层楼 已经错过一次期考的他 自然不可能次次考试都不参加 当白卷英雄 乐客无希望 所以他对其余武课的学习格外用心 而让他如此刻苦的原因 除了学业压力 还有别的原因 自从期考之后 包括秉设大部分同窗在内 书院学生们认为他期考脱病避战 性情极为不堪 虽不曾当着他的面冷嘲热讽 却也没有多少人 还愿意与他攀谈说话 目光举止间 满是避讳疏离之意 被无视被刻意冷落都无所谓 他本就不是一个 会用热脸去贴对方冷屁股的人 被隐隐排挤在书院集体之外 那他便认真温书便是 只是有时候 一个人行单隐之行走在书院中时 他的心情还是会有些低落 此时他便会拿前世 当了省级三好学生后 受到同学们冷漠眼光的遭遇安慰自己 所谓目秀于凌风必摧之 堆出于暗 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 众必飞之 所谓出头的船子总是鲜烂 圈里最肥的那头猪 呸 像漫着潜水 积着如发细细青草的湿地里 狠狠吐了口唾沫 宁缺仰起下河 抢先无视迎面来 想要无视自己的两名同窗 提着手中的纸袋 悠悠然走向旧书楼 走上旧书楼二层 向女教授恭敬一礼 把手中的纸袋 搁到西窗盼的暗机上 他走到书架前 目光在那些密密麻麻的修行书籍上掠过 如今他虽然已经能够感应到天地之息 甚至凭此去赢了很多银子 但很遗憾的是 这些书籍对于他来说 依然像无字天书般难懂 只能记住笔画 却依然无法在脑海里 存出任何一个字 拿了一本厚厚的 万法鉴赏大词典 坐回西窗下地板上 从窗户缝隙处 看了眼楼外赤裂的阳光 便开始没姿没味地看了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他用永字八法 看到第十七夜时 窗缝间的赤裂阳光 翘无声息消失不见 夜色笼罩了就书楼 但他却没有起身离开的意思 东窗盼那位智利女教授 完成了今日的簪花小凯 收拾好笔墨纸验 轻轻揉着手腕站起身来 看见宁缺靠着墙壁 看着厚厚词典发呆 不由温婉一笑 没有提醒 宁缺天色已经晚了 就这样安静地走出了旧书楼 夜色渐深 书架上的符文 泛起一道若有若无的光泽 宁缺没有被吓着 而是盯着那些符文认真观看 看着那道光泽转瞬即逝 符文回复 百里是微尘粗落模样 然后看着书架贴着墙壁 悄无声息地滑开 一个胖子少年 气喘吁吁地钻了出来 这是无数次流言护损之外 宁缺和陈皮皮第二次见面 那个深夜第一次见面 时宁缺正处于垂死边缘 昏迷不醒 清晨醒来后也过于疲惫 没有仔细看 这家伙究竟长成什么模样 今天他却不肯错过这个机会 睁着明亮的眼睛看了半天 我说 你长得真够胖的 宁缺看着陈皮皮 嘖嘖赞叹道 真不知道这十六年里 你都吃了些什么 居然能胖成这副模样 不过还好 你胖得够圆够结实 看着不怎么猥琐恶心 不过有件事情 我真的很不理解 你真是书院百年来入院室 唯一考六科甲上的天才少年 玉科你也考了甲上 军部从哪能找到一匹军马 能载得动你 还能跑那么快 府一见面 便听着这么一大段话 陈皮皮大员脸上满是羞脑神情 黄豆般的双眼里 闪着愤怒的光芒 怒道 玉科 玉科 我选的驾车 宁缺恍然大悟 真诚称赞道 这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陈皮皮捂着额头 懒得理他 直接问道 你要见我做什么 宁缺温和一笑 说道 那些闲事待会儿再说 我给你带了些吃的 说话间 他从纸袋里 掏出了几个大白馒头 还有一些酱菜之类的物识 热情召唤道 咱们一边吃一边说话 书院造糖的小咸菜不错 不知道你们在山上 有没有得吃 馒头有点凉了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吃惯 能不能吃饱 陈皮皮看着地上这些吃食 根本不肯坐下来 不可思议说道 我知道你有求于我 但真没想到你有求于人 居然就只带了几个冷馒头和咸菜 这哪里是求人的态度 我说你至少 也得带几碗谢黄粥过来吧 造糖里的谢黄粥 要单算钱 不包在食宿费里 何必浪费 宁缺呵呵笑着 继续招呼他坐下 而且 咱们之间 也别说求人这么难听的词 应该算是互相切磋 切磋 陈皮皮轻烈望着他说道 就凭你也有资格和本天才切磋 宁缺不依不饶 继续招手示意他坐下 认真回答道 我才刚刚上路 不过谁能知道 日后我们俩在这条路上 谁能走得更远些 你现在对我好些 将来我再怀你些情分 你也不见得吃亏 再说 我可以教你数科不是 陈皮皮还真被他这段话绕晕了 骄傲地哼了声 便坐到他身边 伸手拿起一个冷馒头 又抓起一撮咸菜 送进嘴里 啪哒啪哒吃了起来 为什么你总是入夜方行动 白天见面 岂不是更好 宁缺说道 陈皮皮嚼着馒头 含混不清回答道 于师姐白天一直在这儿苗小凯 我哪里敢来 你得弄清楚了 书院规矩严禁我们帮助楼外的学生 我给你留言指点 可是冒着被师兄痛揍的危险 你也不说多表示一下感激 这不是在请你吃馒头吗 宁缺笑着硬道 我知道书院规矩打 那些教习动不动就会老拳头揍人 怎么听着你 更怕那位二师兄 陈皮皮看了他一眼 知道这个家伙很好奇书院后山里的情况 冷笑着说道 和二师兄的拳头规矩比起来 书院的规矩不要太温柔 都是十六七岁陈光 食量极大 二人风卷残云一般 把馒头咸菜消灭干净 陈皮皮又摸到东窗盘 偷了那位女教授的水壶 喝了两口润了润嗓子 然后他揉了揉肚子 看着宁缺故作淡然说道 说吧 今天你又想知道什么 如果是想问 怎么进二层楼 那就免了 虽说老师很疼我 但这种大事 我是没办法说话的 相识多日 你看我是那种想不劳而获的人吗 宁缺不屑倾笑掩饰失望 接着说道 今天就是想请教一下你 我现在 能感应到天地之息 那接下来呢 你现在刚刚进入初始之境 先赔心尽气 把修为稳固下来再说 可不能贪多 陈皮皮极认真的解说道 忽然间他的眉头猝了起来 藏在身后 正偷偷比划着手印的右手一将 缓缓抬头看着宁缺的眉眼 有些迟疑问道 你只通了石窍 宁缺老师说道 昨天夜里尝试一下那观 脑海里的画面太模糊 七海雪山就像两个墨团子 实在是看不清楚 石七窍里通了几窍 今天也是想请你帮我看看 陈皮皮摇头叹息说道 不用看了 你确实只通了石窍 恰恰站在能否修行的生死线上 如果你毅力稍差 那肯定还是没有任何可能 他面无表情看着宁缺 心想这家伙吃了如此宝贵的通天丸 自己虽然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还有别的奇遇 终于逆天改命 强行通窍成功 已然是世间的艺术 然而如此艺术 最后却依然只通了石窍 乃下下之姿 实在有些遗憾 和令人同情 宁缺脸上没有流露出信心之色 微微一正后笑着说道 总比一窍不通要强不少 你也不用完全失望 能进二层楼的人 不见得都是修行天才 看他没有自怨自艺 陈皮皮反而觉得 有必要安慰一下对方 拍了拍他的肩头 笑着说道 老师挑弟子 从来都不会只看修行前置 如果你能在别的方面做到极致 说不定也能入他老人家法眼 到时候 你想不进二层楼都不行 宁缺知道他是在安慰自己 感激一笑 目光下意识落在他身后那排书架上 他知道书架之后 便是通往传说中的二层楼的通道 只是不知道 自己日后有没有这份幸运 或者 以后真要像女教授说的那样 把这道书架撬开 收回目光 他继续问道 如果初时之境 便是感应到天地之息的存在 那么接下来如何运用 我现在已经能够通过天地之息 感知到具体事物的存在 可是却没办法移动它们 我不是贪心 实在是很好奇 你能感知到具体事物 陈皮皮瞪圆了小眼睛看着他 是啊 宁缺扳着手指头举例道 第一天 夜里我感知了一下烛火 然后是枕头 纸片 被银子 院子里的树叶 还有一碗酸辣面片汤 陈皮皮的眼睛瞪得更远 心想感知具体事物 需要与天地元气和谐相处 还需要与天地元气进行往返交流 如此方能通过天地元气 感知事物外端 这可是 感知之境才能做到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做到 第127章 本命 看桑桑 陈皮皮挠了挠头 疑惑不解问道 你 确定感知到了 烛火枕头纸片 什么面片摊儿之类的东西 你确定 当时没有睁着眼睛 见他明显不幸 宁缺醋眉解释道 确实没睁眼 而且隔着墙壁床板 就算睁着眼 也没办法看见 对了 昨天夜里 我去南城沟 门头沟一朋友开的赌方去玩了话 能够隔着头中 清楚感觉到头子上面的凹陷 这难道不算感知吗 隔着头中看不到 那自然是算的 陈皮皮偏头若有所思 打量着宁缺 宁缺没有注意到 他的目光有些异样 想着昨夜赌方里的遭遇 想着答应了其四爷和桑桑 以后再也不靠那法子作弊挣钱 心中不自禁声出谷不甘情绪 回望着陈皮皮 欲言幼稚片刻后 终是忍不住低声问道 有没有法子 隔着头中拨动头子 陈皮皮悚然一惊 像看鬼魂般恨恨盯着他 愤怒赤道 被逆天改命 终于可以修行 你就只想着去拨头子作弊 世间有你这样的人吗 真是抱天天物啊 此时此刻 这名本来就对 浩天眷顾宁缺 极为羡慕 极度恨的少年修行天才 终于再也无法压抑住 心中的情绪 挽起袖子 便想把他痛揍一顿 见他动作 宁却连连白手辩解道 我是想着 如果能隔着头中拨动头子 那也就等于 可以调动天地元气 去操控别的物事 只是找一个通俗易懂 老少嫌疑雅俗 共赏的例子加以说明 何必这般生气 难道我还真能二逼道 用天地元气去赌博不成 听着这解释诚恳可信 陈皮皮气呼呼 重新坐了下来 又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才拿着性子解释道 初始感知为虚境 只能感受天地元气 或与之交流 却无法通过天地元气 影响真实的世界 只有进入不惑实境后 修行者才能凭借精纯念力 凝缩天地元气 为线或桥 隔空触动外界事物 见识操控非见 无者隔空伤人 便是这个道理 宁却若有所思 不错 陈皮皮继续说道 你若想隔着头中控制头子 首先就要先入实境 不惑是第三境界 宁却摇头叹息说道 我短时间内 哪里能够达到 陈皮皮神情古怪地 看了他一眼 也懒得说破某些事情 说道 就算你入了实境 也不可能想要利用天地元气 操控什么物事便能操控 有能力操控万物的修行者 那都是真正的大修行者 突破了某些隐形的规则 才能做到 难道说 不惑境界的修行者控制外物 还有什么讲究 当然有 以前听你说 也曾经见识过修行者的战斗 那你可曾见到 见识一仙一经 便露出三排小飞刀 你可曾见到那些佛门弟子 搞三万六千座同佛出来杂人 宁缺回忆春风亭那夜巢小树 杀死的那两名修行者 那位南境剑师 确实只有一把剑 剑者之后便是人亡 那名越伦国的苦行僧身旁武器 倒是多些 但也只不过是一个铜波 和一串念珠 不或乃至动玄境界的修行者 都有自己的专属感知之物 你如果要从虚境步入实境 首先也是要以念力 培养自己的专属感知之物 也就是本命物 宁缺疑惑问道 本命物是什么 我只听说过本命念 剑师之剑为本命剑 服饰有道最重要的本命符 这时的剑与符便是本命物 那念诗的本命是什么 如果你只能明白通俗的阐述方式 那你可以理解为念诗他自己 陈皮皮恼火回答道 忽然他想起宁缺先前提到的那词 疑惑问道 本命年是什么 沈略浩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至于修行者 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本命物 首先你要明白两点 一 天地元气充斥在世间 哪怕是最微小的空间里 一颗丸石 一株枯柳一泊湖水里面 都有它们自身的天地元气 二 修行者控物 并不是靠天地元气 直接去影响世间的物质 而是要通过天元气为桥 把自己精神世界产生的念力 传递到物体之上 然后引发物体内部的天地元气震动 插句话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非要有专属的物体 还是最开始留言里举的例子 修行者体内的念力 就像是气息 雪海气山是销管是丝竹 只有吹拂发出声音 让天地元气听到听懂 才能感知到天地元气 但问题是 每个人的销管丝竹音质并不相同 天地间宽泛的元气能听懂 不代表那些湖沐湿水里的天地元气 能听懂或者说爱听 修行者找寻培养自己的本命物 就是寻找能听懂 并且非常听自己曲子的对象 这么白痴的 解释你听懂没有 大致上懂了 是不是就像共振的道理 共振又是什么 陈皮皮疲惫地揉了揉胖脸 不理会此人无趣地打岔 继续说道 修行者进入实境时 能找到的本命物 与自己的气息越吻合 日后境界提升便越容易 但要找到和自己气息 完全吻合的本命物 实在太难 所以很多修行者 选择在上面克服 扭曲物体特质 在以自身念力培养多年 直至心意相通 想起吕清晨老人 在车中说的剑尸捅尸之类的名词 宁缺明白 陈皮皮说的是真话 挠了挠发痒的手背 好笑问道 也就是说 我想成为一名剑尸 首先得去弄把好剑 然后天天抱着他睡觉清热 最后培养出来一点感情 你要理解的这般白痴下作 也随你 陈皮皮美好气道 喂 是你先说的 心意相通好不好 宁缺挥了挥手 然后忽然想到 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最多能有几个本命物 你的本命物是什么 我的本命物凭什么告诉你 陈皮皮瞪着他说道 能力越强 境界越精妙 能够体悟万物天地元气 分别越细微 自然便能拥有更多的本命物 四栋悬上 尽精微境界 或知名境界 只需要掌握树木气息 便能控数 知道湖水气息便能操湖 但对一般修行者来说 为了保证效果 当然只会选择一个 如果我选择夜夜抱着剑睡觉 那还能分精神去控制头子吗 只要你有足够多精神去研究 像这种小东西 随便玩玩 当然是很轻松的 喂 你怎么还想着这事 这不像是举例啊 就是举例 就是举例 你不要想多了 从深夜到清晨 16岁的胖子少年 为同样16岁的修行出歌 不停传道授业解惑 完全忘记了书院的规矩 和自己事先的自我提醒 他讲得很认真 对方听得也很认真 修行世界里的种种道理 被用深入浅出的解析道出 自幼生活在地位崇高的 西陵神国不可知之地理 离家后便在书院后山里 天天冥想修行 16年间不问世间俗事 不知勾心斗角阴谋为何物 天才的陈皮皮 除了骄傲嘚瑟之外 圆滚滚的身躯里 那颗心脏是那般的 晶莹剔透干净的 令人心动 自幼生活在 戚风苦雨的 名山草原南狗活之地理 四岁后便在血雨腥风间 天天砍人杀人 16年间经历无数生死 清心可喜下影着警惕冷漠 不幸的宁缺这个夜晚 他并未如何动容 直到多年以后回忆起来 才明白 当时自己是何其幸运 第二日伴着暮色 回到零四十七项家中 宁缺吩咐桑桑关了铺门 准备晚饭 便回到卧房里 坐在窗边的圈椅上 看着狭小景院里 那颗青青大树发呆 发呆就是冥想 他此时正将精神世界里的念力 透过雪山汽海 缓缓散放出来 向着院内房内的事物逐一探去 按照陈皮皮娇的法则 保持着一颗清明欢喜之心 纯粹随着念力自身的气息 去寻找深周 最能与心意相通的物事 微弱却纯净无比的念力 从身体上散发出来 感受着天地间的 那道呼吸波动 然后不停浮动 他感知到了窗台上 星宿的鞋垫 感知到了树下 那窝蚂蚁的爬动 感知到了床下 匣子里的银票和银钉 感知到了很多事物 却始终没有感知到回应 天地元气存在于 世间万物之间 依照陈皮皮的教导 万物内部的元气 对于修行者念力的控制 会有一种天然的抵抗 而如果物体能够感受到 修行者念力气吸力的 亲善喜悦 如果二者的波动 能够和谐共存 那么便会有所回应 亲善喜悦 是不是应该去 前铺寻些笔墨指研试试 正这般想着 忽然听到窗外 传来桑桑哀悠一声叫唤 紧接着 又是一串小铃铛式的 清脆笑声 他疑惑推窗望去 只见正在井边 打水逃米的桑桑 背对着自己 小手正在腰后 不停挥着挡着 急道 少爷 逼得桑桑震惊无语 如果说心意最相通的 是自幼一起长大的桑桑 这倒说得过去 但难道 自己要把他 变成自己的本命件 绝对不行 想着某个可能的画面 他倒吸一口冷气 连连摇头 如果真这么干 那来黏育着那位下侯将军 自己被打得屁滚尿流之际 莫不成要捏着 剑绝大喝一声 那贼子休要嚣张 看桑桑 第128章 书院里的天才们 生死关头 可以看桑桑的 但不能看桑桑 宁缺称河坐在窗边 看着小姑娘发呆 想着 难道真的 要去前铺竹刺 亲近笔墨纸燕 才能定下来本命物 但自己惯用的笔是毛笔 不是判官笔 墨是松墨 不是石墨 燕是泥燕 只是牙齿 这怎么能用来做兵器 再者说 这些都是读书人的事 让笔墨纸燕漫天飞着 与修行者战 感觉总有些不妥 思考这些艰难问题的时候 他的手中握着的东西 不停捏弄 现在老笔摘银子太多 把银子铺满一床 这种事情桑桑做过 如今大部分都换了银票 银票自然没有银定有手感 他留了块崭新的雪花银 每日把玩不停 雪花银微凉滑润 手感极佳 对于诈富的穷苦少年而言 要比那些什么桃和石球 舒服无数呗 接下来的时间里 宁缺继续保持着 那颗清明喜善之心 不停尝试寻找 与自己念力气息 契合的本命物 期间 他成功地让烛火摇晃而熄 也让衣柜上贴的那副纸 飞起了一角 却还是始终未能 找到合适的对象 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禅明升起鼠意不弱 桌上那盏如豆般幽暗的烛火 正不停 释放在无穷的热议 穿着薄薄单身的主仆二人 坐在桌旁大眼瞪小眼 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桑桑把头搁在手臂上 扶在桌檐睁着那双柳叶眼 盯着桌面上那块缓慢移动 反射烛光不安的银钉 语气坚定 不容置疑说道 少爷 虽然说这块银子 确实对你的念力反应很强烈 但我还是坚决反对 打架的时候 如果你扔出去收不回来怎么办 一钉银子就是二十两 打上几年 咱们的家产 就得全部被败光了 第二日宁缺去了书院 在旧书楼上 又待到了深夜还未离开 等着书架轻移 陈皮皮钻出来后 他从地上一弹而起 把自己 在零四十七项的感悟体验 讲了一遍 然后问了一个 在他看来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我现在 还是记不住这些书的内容 于师姐难道没有告诉过你 旧书楼中 修行书籍文字 全部是由前代大修行者 遇念力入墨而书 书册上的每个墨字 都是神服师的无上佳品 只有进入洞悬上品境界 才能看破其中隐藏真意 你现在离那个境界 还有很远很远 明确想起那日女教授 对自己和谢承运的提醒 挠了挠头叹息了声 忽然她想到一件事情 望向陈皮皮吃惊问道 那你是洞悬上奸 不是 陈皮皮的回答很淡然 脸上也没有什么惭愧神色 宁缺现在 很了解这位同龄人的性情 正是因为她平静的神情 猜到她的真实境界 应该还在洞悬上品之上 不由大感震惊 心想吕清晨先生 直至年老体弱之时 才一只脚踏近洞悬境界 眼前这胖子少年 竟然早已经超越了洞悬 进入了知命 这么年轻 你 真是个绝世天才 她看着陈皮皮的大圆脸 感慨赞叹道 虽然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你像个天才 更不像一位知命境界的大修行者 陈皮皮愣愣然不知 该如何应对 心说 你这到底是在崇拜 还是嘲讽自己 知道这家伙 居然是位知命境界的大修行者 宁缺肃然起敬 总觉得自己 在和一个先锋道鼓 白胡飘飘的老头说话 态度恭敬说道 我说 天才兄 既然你如此天才 想必一定能解决 我的阅读障碍症 还请你多多指点 声音温和甜腻 马屁薄发而不已 看起来陈皮皮还真的很吃这一套 得意一笑后说道 字需要整体去看 因为一个字 便是一个世界 有它自己的灵魂 似你这般用永字八法解构 可以避免被比翼所伤 却也只能看到 这个世界的某些片段 自然无法寄存于精神世界之中 如果是一般人 他没有达到动玄上品境界 那就休想读懂这些书 但以本天才看来 你还真有可能找到一些片门小路 而这道路还是要落在你那套永八字法上 宁缺向他那边挪了挪 摆出席耳宫听的做派 你擅长书道 用永字八法 把这些文字解构为笔画 可以尝试于无意间 记着笔画秩序与数量 然后离了旧书楼后 在意识里用书写之法重心组合 如此一来字 还是那个字 却已经拖了当年抄写书籍的神符诗 赋予结构之上的意念 宁缺若有所思 陈皮皮提醒道 我只是提出一种可能 究竟能不能成功 还需要你进行无数次的尝试试验 最后的结果有可能行 也有可能不行 有个方法尝试一下 总比什么路数都没有要好 宁缺忽然想到 昨夜按照陈皮皮教的法子做的尝试 兴奋站起身来 取出火石点亮背好的一根蜡烛 然后把蜡烛放到西窗暗机上 又退回原地 说道 你看看我的修炼成果 话音落出 只见他右手忠实 二指并成一剑 潇洒挥避 遥遥刺向桌上那盏烛火 念力渗出体外 控制着天地元气 随指间无形而去 没有什么雷霆之声大作 也没有天地大动六动 桌上那盏暗淡烛火 轻轻摇晃了几下后 迅速重新恢复平静 仿佛只是被西窗缝里 露进来的几次下风吹动了下 陈皮皮皱了皱眉头 沉默片刻后 遥遥头说道 若 苦修一夜 于院内诸物感应 终于练出了这等本领 结果却只换来了 同伴淡淡一个弱字 虽说知道对方乃是修行道天才 自己现如今的境界 在对方眼中 就像桌上烛火一般 暗淡不屑看 但宁缺难免还是有些不爽 他掏出一块雪花银 重重拍到二人身前的地板上 急起恼火说道 你先看看这个 再做评价 片刻后 陈皮皮瞪大了眼睛 盯着地板上那块 缓慢颤抖移动的银钉 不可思议说道 这感应不错 我说你究竟是有多贪财 多喜欢银子 宁缺强行压抑住心头得意 柔了柔因为 念力输出过猛发闷的眉心 尽可能语气平静 毫不在意说道 我这可不是贪财 银子兄是知道我联系他们 换句话说 这些银子 是知道你抠门 舍不得把它们花出去 所以才会对你的感知 投以欢欣雀跃的回忆 你这不止失弱 简直是弱爆了 陈皮皮嘲笑看着他 说道 你如果想把银钉 培养成自己的本命物也随你 虽说以前好像没见过 哪位修行者这么玩过 不过我必须提醒你 你已经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 这块银钉 也只能像白驱死之前 那般挣扎两下 能有什么用 又是半夜时间虚度 陈皮皮从旧书楼返回后山 踏过被雾气笼罩的石镜 想着自己在那个家伙上 浪费了宝贵的修行时间 不禁有些哀声叹气 石镜前方业务忽散 一个高级身影突兀出现 虽然此时夜色深沉 视野极暗 但依然可以 清晰地看到 此人乌黑的头发 被梳得异常整齐 腰间金丝编织的断带 没有偏上一分 头上那顶颇有古异的官帽 像电言般纹丝不动 这几日 为何你夜夜去救书楼 那楼里那本书 你还记不住 非得漏夜观看 不要告诉我 你又是去查什么古咒里点击 陈皮皮看着自己 最敬畏的二师兄 苦着脸长一礼 如实并报道 师兄 我去救书楼 是因为在前院认识了个朋友 所以去陪他说说话 嗯 二师兄轻音一声 赞赏说道 君子相交在乎城 不分境界贫富 虽是前院同窗 但也是同窗 你能克服贪睡 好吃的毛病 去赔 值得奖赏 只是你应该记得书院的规矩 有些不该说的话 最好不要瞎说 哪里能够 陈皮皮仰着脖子 叫起了报天驱 我胆多小二师兄 你还不知道 我哪里敢对前院同窗们 透什么风声 也就是聊些数科题目 听着数科题目四字 面色严肃方正的二师兄 骤然想起 某日陈皮皮带回后山的那道题目 想着自己此后数日 瞒着诸位师弟师妹 昼夜不休在房中 明思苦算的痛苦时光 他的眉眼极为罕见地颤抖了几丝 声音微哑说道 原来是那丝 因为不想回忆 那段痛苦时光 更不愿想起 对了满屋子纸张 却依然写不下的答案数字 二师兄脸色一沉转身 变上了时评 陈皮皮却是想到一件事情 加快脚步追上去气 屁颠屁颠 跟着二师兄的脚后跟 气喘吁吁说道 二师兄有件事情 我想请教一下你 什么事 有个家伙修行前置极差 气还雪山十七窍 只通了十窍 十四天前 才勉强能够感应到天地之息 进入初时之境 可现在 他就莫名其妙 能够感知外物了 甚至一只脚 已经踏进了不惑 算不算天才 二师兄骤然停下脚步 回头冷冷看了陈皮皮一眼 猜到他说的 便是那位前院少年同窗 醋眉片刻后 语气极为肯定回答道 这样 当然不算天才 为什么 十四天就能从初时 进入感知再进不惑 世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天才 这种人只可能是怪物 因为本天才当年 完成这些流程 也花了十五天时间 二师兄说 这番话的时候 脸上没有任何 得意骄傲情绪 但言语里引着的意思 却是骄傲自信到了极点 他自己花了十五天 连破三境 那么这个世界上 便不可能 有人用不到十五天的时间 完成相同的事情 陈皮皮看着二师兄 纹丝不乱的乌黑竖法 心里的崇敬仰慕 浓郁到无以复加 心想 自己当年吃了通天丸后 也要花十七天 才能连破三境 二师兄当年 在林泉镇那种乡下地方开悟 既无名师 又无道门 居然只花了十五天 实在是比自己 这个绝世修行天才 还要生猛 一面赞叹 一面好奇问道 那大师兄呢 师兄啊 那也是个怪物 二师兄不知道 是想起什么今年旧痛 双手伸至头上 把微歪的古意 关帽正了正 神情凝重 肃然说道 师兄当年十三岁开悟 然后在书院后山发呆 发了十七年 才明白不惑之意 三十岁才进不惑 陈皮皮不可思议说道 大师兄这也太 二师兄回头看着他 嘲讽不懈说道 太什么 太愚钝 师兄他三十不惑 但接下来只用了三个月 便误了洞悬 当然 那时候本天才 已经是洞悬上品了 说完这番话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抬起头来 看着山境间的业务 常常叹息一声 说道 那日师兄他清晨悟动玄 傍晚十分观沐云而入之命 一夜月最精妙二景 先生当时便赞道 招闻道而息入道 无所不及也 山境业务间 话音见识 自诩天才 而且本身也确实是天才的书院二师兄 及陈皮皮二人 回想沐云下 书生展颜那沙那画面 久久沉默无语 世间修行之路慢慢修远 越往上攀升 便越是困难 多少幼时 被识做天才的修行者 五六岁时便能出师感知 十六七岁便入了不惑 甚至是洞玄境界 然而一入洞玄便如同陷入泥沼 数十年都难以再有所敬意 而像书院大师兄这样 三十年方境不惑 修行资质实在谈不上天资聪颖 甚至显得有些愚钝 而三个月便能明悟洞玄 最恐怖的是 一日之间入洞玄而知天命 这等遭遇造化 实在是匪夷所思 放眼整个修行世界 只怕都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过了很久之后 二师兄望着陈皮皮平和说道 师兄温良仁德乃真正的君子 他厚积勃发 一朝明雾冲天而起 积累之身 绝非你我所能及 陈皮皮连连点头 他敬畏二师兄严谨肃目 但二人骨子里都是极骄傲 性情相投 所以知道一些二师兄当年的故事 今夜却还是他第一次知道 那位平日里戴下温和宽厚 戴先生恭敬齿利 穿旧袍就梳起水瓢 看上去更像是书院杂役的大师兄 原来竟是如此奇人 不禁紧张地开始回忆自省 大师兄随先生去国游历之前的 那两年时间里 自己可曾在大师兄面前 不要脸的嘚瑟过 第129章 被书院遗忘的少年 跟着二师兄走过石屏 顺着山间另一道石径穿屋上行 陈皮皮用了很长时间 才把大师兄给自己的震惊消化干净 然后脑子里忍不住 不停思考最开始那个问题 二师兄用15天时间连破三镜 我用17天 宁圈那家伙只用了14-15天 难道他真的和我们差不多 还是说 他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苦苦冥想 所念力存于大脑之中 如今逆天改命通俏 那些念力喷涌而处逐他连破三镜 这时间 要从他生下来 那天算起 可如果这么算 师兄憋了16-17年 才憋尽了不惑 他今年16-17岁 也算是憋了16-17年 怎么感觉好像 也很了不起 想着就书楼间 宁缺大言不惭的那句 谁也不知道 日后谁在这条路上 走得更远些 想着书院大师兄二师兄 还有自己和那个家伙之间的 隐隐比较呼应 陈皮皮胖胖的身躯 让那个白痴超过自己 怎么了的 七海雪山时期 翘通了石翘 就算他16年 积累下来的念力 再纯再厚实 也只能吹出一首 暗雅枯涩难听的破歌 那家伙能控制的 天地之息太过微弱 只要他无法进入 知命境界 那哪怕是 走到洞悬上品巅峰 也只能让漫天 指花飘舞便便戏法 或是去官库里 去偷鞋银定 哪里有可能追上本天才 哎呦喂 可怜的宁缺 纵使踏上修行之路 凭你那小身板 凭你控制的那道 涓涓溪流般天地之息 终究还是个挨揍的祸 想通了此节 陈皮皮心意大为舒缓 笑着想 道明后日 还是要提醒夏纳斯 不然他真以为 自己是修道天才 就去搞三搞四 被真正强者灭掉 那可不美 师兄第二人 走到居所之前 二师兄离开之前 忽然问了一句 真只用了14天 陈皮皮低头扳着手指头 认真算了起来 想着那天夜里 看见垂死的拧缺 不知道应该从那时候 还是更早些算通俏 还是说 要在自己 为他吃了通天丸 才算通俏 关键是 看他雪山何时重塑 抬起头来恭敬说道 有可能14天 也有可能15天 如果他是清晨觉醒 那就应该算15天半了 差不多便是这个日子 二师兄严肃盯着他的眼睛 说道 师弟 难而生于世间 岂可魂恶度日 须知严谨二字 乃是处事不宜必备修养 四便是四五便是五 哪里能用差不多来推唐 你这两日去弄明白 那个家伙破三镜 究竟用了多少天 这也算为兄对你的考验 说完这番话 他将双手拇指塞进金丝腰带里 扶着腰一步三摇 缓慢而庄重 向自己居所行去 夜色里隐隐听着沟 及庆微的话语 我就说 不可能是14天嘛 别看能把太上感应片 倒背如流 在未成时 无时无刻不再冥想 就算旅途中 吕清晨老人 给他讲过很多东西 就算和陈皮皮 在旧书楼里交流了很多次 宁缺对于修行世界的了解 依然少得可怜 他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忽然间就能修行 更不知道 自己现在究竟是个什么境界 还处于不知其然 更不知其所以然的 浑恶状态之中 他不知道 自己修行的速度 曾经困扰过陈皮皮 甚至是书院的二师兄 以为能够感知天地之息 然后感知外物 是踏上修行路后 很自然的发展过程 自己就像世间那些 深山道门佛寺里的修行者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书院里的生活 书社同窗门的态度 也给了他强烈的心理暗示 随着时日渐移 那次期考并退 造成的余波渐渐散去 却又真正开始显现效应 向脚窗盘 没有多少人汇聚在一处 摇摇对他指指点点 而是根本没有人 愿意再关注他 他现在基本上 不参加涉欲输了四课学习 前三者是因为没有必要学 乐科则是因为 学了也没用 于是没有期考的日子 自然也没有什么机会 让他替前番蒙兽的 污蔑学耻 或者说证明 书院是一个群体 群体亦是盲动而持久 学生们不便当面嘲讽 便学会了刻意无视宁缺 正兴奋讨论实践着他 便会默然住嘴不言 有何聚会 也不会去换他同去同去 逐渐便有了一层无形的隔膜 横跟在双方之间 因为这层无形障碍 那些本有些相信他的同窗 也不便违逆众意 与他重新亲近起来 这悠闲对他态度倒一如往常 但因为宁缺经常夜宿就疏楼 这公子又经常逃学 二人见面少了很多 至于司徒依兰 他知道殿下欣赏宁缺 从而坚信 宁缺荡日七口 不是脱柄逼站 却也没有办法在这种气氛里 替他说太多话 宁缺的性情 也不会允许他放低身段 去祈求清静 既然无人愿意理会自己 他听到散钟 便会快步离开书舍 去造堂打翻外带 绕过池塘去就书楼关书会议 如此一来 他与书院同窗们接触的时间 越来越少 愈发互不对眼相视陌路 就这样 那位曾经在入院室里 考出三科甲上 震惊全场的编程君族 那位入二层楼苦修 把谢成韵逼之吐血的拼命学生 那位在红袖招内 风光无限的潇洒少年 渐渐泯然众人矣 甚至说得更准确一些 应该是变成了被书院遗忘的对象 现在书院年轻学生们 谈论的话题 集中在凌川网瘾 做了一篇精妙文章 阳关才子钟大俊 又做了一首加词 树科里那名叫陈思淼的学生 前日突破了感知之境 已设一位军部推荐生 昨日居然在社科上赢了教习 司徒小姐又把楚中天骂了 那位浊然众人的南境才子谢成韵 自然还是书院无数目光的焦点 在七考里拿下五颗假上之后 他又为书院奉献了两个震惊话题 一则是在夏末某夜 有人看到 他与大唐 继九孙女 金五彩 一位于失地盼的石凳上 另一则是树科里传来消息 谢三公子终于突破了感知 成功迈入了不惑之境 曹之风教授亲自检查后 新卫点评到 此子明春进入二层楼的希望 又大了一分 日子就这样平静流走 一场微凉风起 吹落几片微黄树叶 秋天终于到了 一身书院秋拂的宁缺 低头走出灶堂 向九树楼方向走去 夹要穿过书院建筑群 身向失地的那条旱道时 却发现 前面一群人正围在一起说话 当中那位英气勃勃的男学生 看模样 是这群人的忠心人物 宁缺记得 那年轻男学生叫常征明 出身与邻军 和自己一样 也是军部的推荐生 隐隐听到过一些同窗的议论 正是此人前些日子 在社科中完美地连中十把 胜了教习一次 如今在书院里 也是风头极尽 风头在尽的人 与自己也没有关系 宁缺直接从人群边缘走了过去 却没有料到 当他走过之后 常征明表情一速 陈生说道 宁缺大家都是军部推荐生 难道你就想这般 浑浑噩噩地过下去 拓面自干 可不是我们唐军 做得出来的事 宁缺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他 沉默片刻后 笑着说道 我们虽然都是军部推荐生 但进入书院便拖了军级 最好还是不要以唐军自称 而且我相信 没有人敢往我脸上吐口水 至于浑浑噩噩 只是你们眼中看法 与我无关 常征明促着眉头 说道 如果你想重新证明自己 就不应该放弃 证明自己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参加设科学习 我愿意给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 这是施舍 宁缺看着他摇了摇头 说道 看来你并不知道 当日我在书社里 对谢承运那些人说的话 我不是温室的花朵 我不需要弄些斜风细语 来证明自己的坚毅与能耐 你在雨林军离守皇宫的时候 我在边射手国门 军部记着 我斩了多少颗马贼脑袋 我不需要靠别的东西 再来证明自己 说完这番话 他转身离开 常征明看着他的背影 面色极为难看 宁缺脱并闭考这些军部推荐生 都感到面上无光 唐军在乎荣耀 甚至重于生命 他实在是不理解 宁缺究竟在想些什么 走出旱道来到师弟旁 宁缺注意到 树下有两个女学生 正指着湖畔倾笑 然而其中那个身材修长的少女 笑容明显有些勉强 目光中 透着淡淡羡慕 淡淡哀愁 楚悠贤告诉过他 这位高姓少女 有位舅舅在宫中 在书院里 也少有人敢惹 他不禁有些诧异 心想 湖畔何事 竟让他心绪如此复杂 随着他们目光望去 只见浅湖碧草之间 也压安详漫游 不远处的湖畔 并肩站着一对年轻男女 那年轻男子 眉容英俊气度不凡 正是谢承玉 那少女 眉眼温婉轻力 正是金无彩 二人站在湖畔 不时低头轻语 不时微笑望向狐心 一阵初秋风起 浮动怨浮媚角与裙摆 看上去真是赏心悦目 飘然若仙 校园里令人羡慕的神仙情侣 远处旁观少女 深埋心底的微酸情谊 宁缺静静静看着湖畔的人 看着看湖畔人的人 笑着摇了摇头 再次离开 这些日子 他的心情越来越平静 对于书院同窗门的无视排挤 根本无动于衷 甚至有些享受这份清静 因为他现在的心态 与前十六间 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历经千难万苦 终于成功踏上了修行路 看到了一个更精妙 更广阔的新世界 与之相较 世俗里的那些爱憎 很自然地变得淡然了很多 既然已经上路 他肯定自己 肯定能走得很远很远 那些影楼 那些高山 那些看似强大 不可摧毁的敌人 随着时间推移 必将成为道路旁的风景 既然如此 哪里有不平静的道理 世间并不缺少美 也不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但只有足够平静的视线 才能发现 那些以前无法发现的美丽 在宁缺眼中湖畔 那对情侣构成的风景很美 哪怕那个男子是谢承韵 在他眼中 书院的风景很美 哪怕书院快要遗忘自己 这些日子 除了在旧书楼里观书修行 被诸生排挤的他 有很多时间 一个人行走在书院中 落在旁人眼中 那身影 未免显得有些形单影之 萧索可怜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一个人的书院真的很美 尤其是那些 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 顺着师弟旁实境 绕过旧书楼往大山方向去 在那排名之大树方后 前些日子 凌确发现了一大片 无人踩过的草坪 而在草坪中央 有很多株不知名的树 那些树木高陡直 不知是不是山间风势 太大的原因 树木大部分躯干光滑一片 只有最高处才 伸着树书几根枝鸭 数百棵高树拢在一处 看上去就像是 无数把巨大的木剑 倒插在草坪中央 秘密扎扎 则勒柯树坐了下来 靠着光滑微兔的树干 从怀中取出一本 自己手抄的笔记 开始用新阅读 笔记上面是 修行五进简术 里面前部分内容 前些天 他终于成功地运用 永字八法解构重组 就书楼间点击文字 能够把那些文字 暂时记在脑海之中 自然毫不客气地 给自己做了个抄本 这片树林阁树院本院极远 与师弟处隔着两道 密林大片草坪 平日里含有人质 他并不担心 被人看到 自己在看什么 猝着眉头 认真看着手抄本上的字句 沉默很长时间后 喃喃说道 我能扶纸片洞竹火仪淫定 难道也进入了不惑境界 听说谢承运 也是刚刚进的不惑 那这些小屁孩 兴奋了什么劲 便在此时 他身后响起一道 温和宁静的声音 谢承运年不过二十 便能有感知入不惑 实属不易 前院诸生替他高兴 欣喜理所应当 至于你连逢奇遇 疲疲那孩子心性善良 又愿意帮助你 能进不惑 则是理所当然之事 宁静猛然一惊 然后听出声音 是谁才平静下来 赶紧爬起身来 拍掉屁股上的草线 对着身后树旁的女教授 恭敬依礼 说道 原来是宁来了 女教授从树后走了出来 她身材 鲜小容颜轻质 偏偏透着股温柔成熟气息 外貌与气质的反差 让人无法看出 她究竟多大年龄 更形成了一种 奇妙的迷人味道 她看着少年叹息说道 我在旧树楼 苗小凯苗了二十年 也就是你天天打扰 书院离我最喜爱 这片不屈见灵 结果 现在你又出现在这里 实在是令我有些头痛 宁静看着相识半年 却依然不知姓名的女教授 眼珠忽然转了起来 不要以为 任何一次偶遇 都是奇遇 女教授看着她微笑说道 我不会教你什么 任后若真到了 你需要我教的那一天 不用你开口 我也会教你 第130章 丘之静美及肃杀 宁静见女教授 一眼便看出自己的想法 不由有些尴尬 摸着脑袋笑了笑 女教授看着她微笑说道 你也不用逼我 我也只是偶尔来 这片林子逛逛 宁静凑去恭敬问道 女先生 您为何喜欢这片林子 女教授略意沉默 背首于身后 抬头静观灵烧秋叶 淡然说道 多年前 有人这片剑灵雾道 那人是我在书院中 唯一真心佩服之人 或许这片剑灵 现如今还遗留着 那人某些气息 所以 每次来这林间 我便会觉得有些欢喜 唯一真心佩服之人 宁静不解道 难道是院长在此地悟道 女教授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宁静看着她的背影 忽然发现 身材仙巧的女教授 背负双手看天 竟无由生出一股壮阔之意 挠头道 如果那名前辈 现在还在这林中 先生 也许会与他成为朋友 女教授摇头 和声说道 我当事实他之剑气 是否真那般 浩然无双 听着浩然无双四字 宁静无来由 想起就书楼里那本浩然剑 却依然毫无头绪 山间林中皆有真意 你既然能看懂此间景致 便不要浪费 多看看吧 女教授回头看了她一眼说道 修行之人自不屑 与世人争议时之长短 但也不可读书赏景进了歧途 但博何以明智 明年秋日 你们这些学生里的唐人 便要赴边塞实修 这一年间 你便要把基础打扎实些 不然若在战场死了 岂不可惜 宁静惩治行李受教 忽然想到她话语中那个词 好奇问道 先生不是唐人 女教授摇了摇头 轻柔夺不向林外走去 宁静看着她先例动人背影 问道 先生 学生还不知您明晦 我叫于莲 于莲 这真是一个普通 甚至有些俗气的名字 宁静心想 如此气度的书院女教授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忽悠想着这些日子里那个疑问 忍不住鼓起勇气大声问道 先生 敢请教桂庚 于莲微微一笑 没有停下脚步 也没有回头 在林盼轻声说道 如果我记得的不错 像一女子询问年龄 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 宁静看着消失在林外的女教授身影 自嘲一笑想着 如果不是宁静之外表 看着像是16岁 温柔婉月气度 看着像30岁 自己哪里会想到问这个 秋日景美 天高云淡 令人心旷神疑 曾临近染染红了 少女脸上微修的胭脂 沉霜出 降冰清了世人蒙尘的心 宁静平静在书院中学习修行 不再像以往那般急迫渴望 慢慢地逐渐了解修行的世界 耐心无数遍尝试宁念 与烛火纸张 营定不断亲密 并不着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物 偶尔与楚游贤说几句闲话 与司徒一栏站在书院学生 注意不到的角落里 交流数科问题 用流言与陈皮皮互相贬损 偶尔深夜则带上两碗谢黄粥 与对方当面交流 没有仇恨没有鲜血 只有学习与等待 他等待着自己实力慢慢提升 等待敌人渐渐放松老去 他在秋天里等待冬天的到来 过了冬天便是春天 春天的时候 书院二层楼便要开始进人了 而明年的秋天 他则要重新回到边赛 四岁柴刀杀人之后 他终于有了时间去生活 而不仅仅是生存 在日后的回忆中 除了没有桑桑的身影 这段书院时光 甚至可以说 是他生命中最平静幸福的日子 大唐与燕国边境处的群山 也迎来了秋天 驻守在山谷土原间的两国边境部队 没有办法感受到任何平静幸福 虽然已经好些年没有大的战事 但驻守边疆本就是苦差事 此间偏北 一旦入秋便气温极降 众人喝气成双手被动的通红 看着满眼速速落叶萧瑟画面 哪里有欣赏秋景的念头 清晨时分 有两名穿着燕国服饰的男人 越过边境 走进大唐军营 此地驻守着大唐最强悍的边军 又是镇军大将军中军营帐所在之地 防御检查极为严苛 那两位中年人 拿着军部勘发的密碟手印 用了极长的时间 才通过了军营的层层检查 走进情报司在营地里的房间 二人中稍年轻一人 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 那顶雄伟的中军大帐 目光落在大帐顶端飘扬的军旗上 中年人冷冷看着同伴 低声训斥道 从长安城弄到大唐军部的密碟手印 朝廷不知牺牲了多少利益 今日行刺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万事须谨慎 你先前就不该看边一眼 年轻燕人脸上满是不屑之意 说道 不过一屠夫二 难不成我远远看一眼 便能让他感觉到 有人想要行刺 天底下想杀那屠夫的人不知多少 但他一直都没有死 中年燕人冷漠看着他 说道 这里距离中军营帐的距离 经过疏密院精确计算 足以发起偷袭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能偷袭他 他难道就不能感知到我们的存在 不用过于小心 年轻燕人不服说道 便在这时 中年燕人面色俱变 不可思议望向帐篷外 此地虽然距离最近的梁州州府 并不算太远 但因为大唐军纪森严 与燕国交近处更是被看得极严 此番趁着隆东位置 大军压境威吓敌国 没有任何军官胆敢私自归宿周城 数万边军搭起的营帐 竟是连绵成海 而其中军旗飘扬其上 雄壮有弱小山的营帐 自然是这数万边军 最高将领的中军营帐 营帐外没有任何士族巡逻 安静的有弱长安城 王公贵族府里的后花园 帐内的光线极为昏暗 一盏防风油灯悬在帐壁 温柔罩着 铺满名贵毛皮的便床 十数条名贵毛皮之间 握着位中年男子 那男子穿着一身素色泻衣 眉浓如墨残 唇红如丑血 薄衣之下魁梧身躯 有弱钢铁 纵是在熟睡之中 亦有肃杀之意 中年男子感应到什么 睁开双眼 向帐外某处望去 满脸漠然 目光如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